三歲小弟弟時代調皮 在遊樂區溜滑梯爬上爬下 但在他小小心靈可能不懂 什麼叫做退學 家長說孩子的確調皮搗蛋 但實在沒想到 才到幼兒園上學十天就被退學 更沒想到爸媽上網抒發心情 以最痛心且錯誤的選擇為題 竟然會被告 反正小孩子如果肢體上的碰觸 都是難免的 然後之後請老師照顧好就好了 我們也沒有事情再追究了 家長說十天就被退學 但原方說一共入園26天 根本時間不符 另外家長說孩子在學校臉被抓傷 原方解釋只是單純因為孩子搶玩具 過程中家長上網PO文抒發心情 被原方以妨害名譽提告 這官司一打就是兩年多 最終禍判無罪 隨便便就冒出一個老闆來打壓我們 因為老闆是一個經營者 他並不是一個教育者 他怎麼能斷定所有的小朋友 就不適合就讀他們學校 沒有我們就不再 對這件事情我們就不再回應了 對於判決結果出爐 原方不願對外回應 只留下一張聲明書 上頭寫著以民視來看 家長一二審有罪 結果應該很清楚 但就妨礙名譽刑事部分 法官認定家長就具體事實 抒發主觀意見 沒有毀謗意圖貨盤無罪 這裡原冰台中報導 那麼很明瞭 像是一張照片 的照片 都不看得到 我們早的照片 都不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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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